欢迎来到冒险者世界 快扣好你的安全带 今天我们来揭秘亚马逊河 这里不是度假村 而是地球上的野性王国 一个充满未知和危险的神秘领域 你以为食人鱼才是这里的霸主吗 那可真是太天真了 他们在恐怖榜上紧排第六 亚马逊 这条流量冠绝全球的大河 它的庞大就如同两个印度那么宏伟 这里的淡水鱼类 多得能让任何水族管折舌超过三千种 而且呢不只是鱼 这个地方还有着可能是地球上最多的昆虫 鸟哺乳动物 名单长到能把动物百科全书写成系列 今天我们就带你深入了解 亚马逊河里的十大最凶猛杀手 准备好了吗 我们的探险开始了 但先记得留个心眼 第五名巨型狼牙鱼 在亚马逊盆地水域的神秘腹地 演变着一场原始的戏剧 这里 巨型狼牙鱼 一种让其他鱼类闻风丧胆的肉食性猎手 游异其尖 它们有着另外一个名字 吸血鬼鱼 虽然并非真正的损血怪物 但那一对长达15厘米的匕首般的尖牙 足以让它们在水下的恐怖形象名副其事 别看巨型狼牙鱼长相争鸣 隐藏着非凡的捕猎能力 它们之所以称霸水下世界 靠的不仅仅是它们那恐怖的獠牙 还有强悍的体格 体长超过一米 体重超过30斤的巨型存在 在亚马逊河流中 它们如同银色的箭矢 专为力量和速度而生 它们的尾棋山洞间 有着跳跃极流的力量 在溪流深处 水坝背后 甚至瀑布的底部 它们都能如影随形 帕亚拉以一股不屈的野性 高度的攻击性 在鱼界中建立了无上的地位 它们甚至勇敢地追逐食人鱼 将这些被普遍畏惧的鱼类视为美食 食人鱼虽好大群结队 帕亚拉却更喜欢单打独斗 它们在亚马逊的食物链中 既是恐怖的掠食者 也展示了自然中与生俱来的战斗本能 这对于游客而言 相对于成群结队的食人鱼 帕亚拉或许并不是最高的威胁 但毫无疑问 在这片原始之河中 帕亚拉永远是那个不容小觑的存在 第四名电蛮 在亚马逊的水世界里 有一种生物被誉为水下的高压电线 那就是神秘而致命的电蛮 这些夜行性的捕食者 隐匿在流域的阴暗角落 由于它们视力的缺陷 电蛮发展出了一种独特的定位系统 就像水下雷达 通过发射微弱的电信号来探测环境 搜索食物和伴侣 在这里 我们来仔细看看这种迷人的猎手 当猎物出现时 电蛮会释放出一道强大的电流 高达300至800伏的电机 足以让任何靠近的生物陷入昏迷 甚至是致命的猎杀 而当一群电蛮集体行动时 它们产生的电力可谓毁灭性的 想象一下 几十条电蛮同时放电 河水都能瞬间沸腾 观众们可能会好奇 这些强大的电蛮自身 是如何抵御自己释放出的巨大电囊 它们的身体结构 就是一个高效的绝缘体 放电器官位于它们身体两侧 而重要的器官 则被绝缘性极高的结构所保护 电蛮不仅在自然界中霸气侧漏 在人类历史上也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它们激发了意大利物理学家 亚里山德罗 福达的灵感 促成了1799年 世界上第一块合成电池的诞生 遗憾的是 在这个故事中 唯一能够战胜电蛮的 恐怕就只有人类 捕鱼者了解 电蛮虽然能够强力放电 但并不能连续不断地做到 它们用牛马去引诱电蛮消耗电能 当电蛮电力耗尽时 便是捕捉的最佳时机 如今在它们的故乡 电蛮也成为了一种美味的烹饪材料 然而 我们必须反思 随着过度捕捞 这种独特生物的未来 是否也正遭受着 不被电击 但同样致命的威胁 在探索和保护自然的路上 希望我们人类 能够释放出更多的智慧和克制 第三名亚马逊巨富 在南美洲的亚马逊热带雨林中 隐藏着一种蛇类巨拨 亚马逊巨富 这是一种众所周知的巨蛇 也是最具毒性的蛇类之一 亚马逊巨富之所以令人闻风色变 不只是因为它那惊人的体长 最长可达3.7米 也因为它独特的捕猎方式 和强烈的毒性 跟随我们的镜头 一睹这肌肉丰满 颜色斑斓的巨蛇 大多呈现褐色 黄色或粉红色的洞体上 镶嵌着深褐或黑色的菱形斑纹 而它们眼眶到下额的黑色条纹 成为它们独有的识别标志 在热带丛林的宁静中 巨富利用叉形的舌头 来补及空气中的气味分子 玄机交由它们头部的离鼻器进行分析 从而定位猎物所在 这些沉默的响尾蛇 它们面对危机时会挥动尾巴 虽然不像真正的响尾蛇那样 发出警示声 但它们拍打树叶的动作 同样让它们的意图明了 夜幕降临 亚马逊巨富的趋光性 成为一种致命的好奇心 旅行者的篝火 可能会吸引附近正不猎的巨富 这时最智慧的做法 是迅速熄灭火光 避免这种不为人类的巨蛇逼近 它们的武器 不仅仅是那长达3.5厘米的毒牙 毒液之强 足以在短时间内置人于死命 遗憾的是 迄今为止 尚无特制的抗毒血清可用 这使得亚马逊巨富的咬伤成了绝境 其剧毒不仅能迅速导致组织坏死 器官出血 还能引发休克 在文献记载中 有被这种蛇咬伤的病例 在不足一小时内便逝世 存活几率激进于林 在我们继续探秘自然之前 我们今日的封面 时刻揭示了一个深藏不露的传说 亚马逊荷域 似乎饲养着长达数十米的巨型鱼类 虽然这个故事听起来像是虚幻 但它激起了我们无穷的想象 是否有更多未知的生物 正静候在这片神奇的水下世界 是真实出现的巨兽 还是网络幻想的产物 我们的答案 也许只有亚马逊自己知晓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与我们一同探讨这背后的神秘故事 第二名巨摇 身前在全球海洋与河流的深处 巨摇以其独特的外观和古老的起源而闻名于世 在传说中 它们被渲染成拥有巨型巨刀的海中恶魔 声称能一分为二地劈开大鱼甚至海船 虽然这些故事有着夸张的成分 巨摇的确是大海中存世已久的生物 其历史可以追溯到五千六百万年前的白恶纪 现在随着我们探索巨摇的神秘生活 我们将揭开它那截指般的长吻背后的秘密 而这里就是巨摇曾经广袤的王国 从亚马逊河流域到尼加拉瓜湖泊 这个史前巨兽在各类水域中肆意游异 这种神秘的海洋生物 体长普遍在五点四到七点六米之间 最大的个体甚至能达到九米 体重超过五百千克 它们那条布满锋利三角形横尺的长吻 就像是海中的一把真正的巨子 最常能达到惊人的两米 宽度超过三十厘米 巨摇喜欢在白天留在水底休息 夜幕降临时则成为捕食者 利用它们的长吻左右搅动水中的猎物 用那锋利的巨尺将其鱼类 甲鞘类动物打昏或直接剧断 不仅如此 它们的巨子上还镶嵌着感应微弱电信号的器官 帮助它们侦测附近的生物 甚至在繁殖季节寻找异性 然而 这个曾在海洋史上占据重要位置的生物 如今却处于宾威状态 它们几乎每个部位都为人类所用 从鱼肉到鱼鳍 从皮革到甘油 即便是那标志性的长距 都可能成为昂贵的艺术收藏品 它们已从欧洲的水域消失 数量更是在美国急剧下降 仅在佛罗里达还得以苟延残喘 让我们结束对巨窑的描绘 转而思考我们人类与它们该有的关系 它们不应被视作可怕的海怪 或是奢侈的收藏品 赋予它们生存的尊重与保护 才是对这些海洋长者正确的态度 我们号召观众朋友们 保护巨窑 与这个地球上古老而独特的生命共谋和谐共存 共同维护我们这个星球生物多样性的宝贵财富 第一名牙千鱼 在亚马逊腾涌的河流深处 驻葬着一种令人畏惧的微型生物 牙千鱼 虽然它们的外貌并不显眼 并且体积仅仅只有 但这些河流中的微小生物 却因为它们骇人听门的营养习性 而得到了吸血恶魔的不名誉称号 与此同时 仿若觅食的迷你战士 牙千鱼拥有一种相当罕见的特性 在生物界中独一无二 它们属于年形木毛鼻年科的成员 这意味着 在亚马逊的这些涌动水域中 漂浮得似是不起眼的小鱼 实则和河里的大型鲶鱼 有着近亲关系 眼前的纪录片 紧贴着微小的牙千鱼 揭开它们身上的秘密 在大型鱼类经过时 牙千鱼会迅速贴近 等待机会一跃而入 它们利用体表的道次 固定在鱼塞下 开始了它们的吸血行为 这种生活方式 让牙千鱼赢得了地球上 唯一以血液为食的鱼类的名号 关于牙千鱼的传说 在亚马逊地区广为流传 特别是它们进入 人类生理器官中吸血的传闻 让人闻风丧胆 传言称 牙千鱼能够追随尿流 逆行进入人体 带来难以言说的痛苦 这种传说 在19世纪早期 世界各地的科学家 纷纷慕名而来的探险家们之间 也有所耳闻 如今的牙千鱼 尽管它们的故事 听起来异常恐怖 幸运的是 在亚洲等地区并不会出现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种鱼类已经逐渐 被隔离在人类生活区域之外 但关于这种水中吸血恶魔的传说 仍在原始丛林中流传 以上 便是我们本期节目 所有的精彩内容 亚马逊最危险生物的故事中 牙千鱼肯定会给您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们邀请您在评论区分享您的想法 如果您喜欢这一集的内容 请不要吝啬您的点赞和订阅 并且与朋友们分享 感谢您的收看 敬请期待我们的下一期节目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